詞曲 李宗盛 蔡英文 主席 接著 蔡英文主席 針對中國施壓停辦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的事件 要發表談話 各位媒體朋友 因為中國的政治壓力 以及東亞奧林匹克委員會 錯誤的決定 原本將在台中舉行的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被迫停辦 在這裡我要再一次向大家表達我們的立場 第一屆東亞青年運動會 是由台中市胡志強前市長所申辦 並且由現任的林佳龍市長接續相關的準備工作 也就是說這是一場台中的國際體育盛會 這件事情無關藍綠 一切都是為了體育 為了台中 為了台灣 第二 為了準備這項體育盛會 不只是台灣的選手 一共有來自九個國家地區兩千多位的青年運動選手 正在全力以赴的苦練 只為了在賽場上爭取榮譽 發光發熱 很多人一生只有這一次的機會 他們的權力不應該被剝奪 他們的汗水也不應該白流 第三 中央會全力支持台中市政府 跟中華奧會 為選手發聲 爭取他們應該有的機會 我們會根據合約 距離力爭 身負到底 第四點 我們會繼續相關的準備工作 我要請台中市政府 跟中央的相關單位 針對場館的整建 賽會規劃的準備工作 不要因此延宕下來 也希望參賽的選手們 不要因此受到干擾 保持訓練的步調 這是我們的體育精神 就是在比賽場上一樣 在比賽結束之前 我們永遠要全力以赴 我要再次強調 這件事 這次事件沒有藍綠 不分黨派 我要呼籲國人 我們一起當台中市政府 跟中華奧會的後盾 為認真準備的選手 討公道 不要讓他們苦練的汗水白流 大家加油 謝謝 我們今天中場會的報告 就到此道 有段落 接著要進行今日中場 謝謝 謝謝